各位好 復課了兩天 今天是第二天復課 昨天上學到今天身體都開始習慣了 因為昨天5月3日第一天上學真的很累 今天我上了兩三堂 由於還是上半天課 所以很快適應講書 還有我用麥克風非常好 好了 差不多了 今天放學了 放學之後有什麼要做呢 由於四點就可以離開學校 今天我是約了一個電台的DJ 去哪個地方呢 稍後慢慢跟你說 原來今天我要上香港電台去接手一個表演 想回我過去那八年 由2014年到今年2022年 我前後上過香港電台六次了 每一次都做不同的訪問 每一次的身份都不同 例如第一次上去的時候 主持人就是一個音樂節目主持人 訪問我關於新高中的作曲教學法方面的東西 即是我的身份是一個教作的老師 而第二次訪問呢 我的身份就是一個樂團的指揮 因為我有帶領一隊百多人 第三次訪問我 第三次訪問是一位 鄭宇心博士訪問我 就是問我怎樣去自己製造我 而第四次訪問我的就是一位校長 就是關於我拿行政長官教學獎 作為一個音樂和科技教師方面的訪問 第五次厲害 一個普通話節目 訪問我有關我怎樣利用我的創客的想法 去製造一些口罩 去幫助當時一些缺負口罩的人 而今天就再一次有人邀請我去接受訪問 這次的身份也是一個樂器製造師 那現在我離開學校了 我要去的是九龍堂 這個廣播道 就是香港電台大廈 要在屯門這裏去廣播道 不簡單 首先就要搭輕鐵 再轉地鐵 才去九龍堂 這個地鐵 始終都要去這個屯門站了 現在去轉地鐵了 這個地鐵都要搭那一長時間才會去到九龍頭 它叫九龍堂 這叫熊磚轉東鐵線 現在就是熊磚轉東鐵線 以前熊磚是主廣站 因為熊磚轉東鐵線 冬铁线 看到吗?冬铁线 到这边 转了这条,就叫冬铁线 这个就是这样 我就要找这个D出口 9号A,小花站 港台上闸下车 真的吗? 谢谢 这里就是香港电台 广播大厦 广播到30号 上一次也是来这里做访问 要等一等人来接我先 要配戴房客证 本身想去一间大一点的房 但是有人开会 可以 哇,好啊 OK 谢谢 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听我的节目 谢谢 好啊,谢谢 好,我坐这里 很开心 咦,这里我来过 不是Dennis跟我访问那次 就是很多年前 你可以坐这个位置或者那个 好,好,好 坐这里 Tenation去 这间就是大房 这间大房 不可以吗? 现在又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做 好开心啊 我来过的了 是 你看看 这里可以录演奏都可以 这里是可以录演奏都可以的 有三角键 这是一个大房 是的 现在听到了 我终于知道 不是录演奏都可以了 好了 这个节目录制完了 那 感谢今天 Dorothy 邀请我来 做这个节目 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 好了 我是卡尔老师 喜欢我的影片的 请你继续关注 点赞 和转发 拜拜